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回忆起来依然还是会觉得好可惜 请回答1988的成功 让当时的女团爱豆李慧丽名气大增 让朴宝剑人气事业大幅度的提升 也让彼时刚出到一年的新人柳俊烈受到广泛的关注 也是自他开始人们逐渐接受丑帅型的男演员 也乐于去发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柳俊烈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决定要当演员 于是上了一个月的演技训练课程 就去考戏剧电影科 没想到真的考上了 毕业正式进入演艺圈 他才知道演员的道路并不平坦 为了支撑自己的梦想 各种兼职他都做过 服务员 快递员 卸货小哥 甚至在拍摄场地当工作人员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兼职的人生了 入圈一年他才有了拍戏的机会 接拍一些独立小电影 演无关紧要的配角 殖民度并不高 你可能不知道他跟金秀贤也合作过 producer 制作人里 演的是金秀贤的同期生 2015年 请回答1988 面向全国挑选演员 29岁的柳俊烈听闻消息后赶来试镜 虽然他当时拍了一些作品 但没有公司 没有经纪人 几乎也跟新人无差异 前后试镜三次 但每次都是一个人 当时他穿着一件灰色卫衣 带了一个行李箱 当面试官问起时 他解释说 里面装着等下要去还的衣服 因为那时的他 穷得连件像样的正装都买不起 只能去租 他属于大器晚成型的演员 出道时年龄就不小了 28岁的他 已经不属于小鲜肉 只能算是青年演员 再加上外形上的不突出 曾有连续好几个月 都被拒之门外的经历 试镜狗患这个角色时 柳俊烈本来没抱有多大的自信 他知道 请回答系列在韩国收视上的优秀 害怕自己名气不够 胜任不了 所以在收到许可时 他难以自己热泪盈眶 连连地感谢至偏方 细心的人应该能够看出 面试时的柳俊烈 比在剧里瘦了好多 其实这是试镜成功以后 他被导演特别要求赃匪 因为正八本就是衣食无忧的 上天给了他机会 他牢牢地抓住了 虽然成军家的二儿子金正焕 长相一般说话又刻薄 但内心却是非常的温暖 柳俊烈把这个角色 演到人心里面去了 以至于看着看着 大家都忘记了颜值至上 甚至称赞他为丑帅鼻祖 请回答1988 就像是开启演艺生涯的钥匙 自此以后他片约不断 成绩也越来越拿得出手 拍摄完请回答1988后的颜值人员 一直参与了一档韩国的综艺节目 柳俊烈在参与节目的过程中 无意中谈到 为了能生存下去 只要他会的 他都不介意兼职 比如当快递员 当家教老师等等 经常在人际中穿梭 来回接触 揣摩每个人的特色 这才成就了他的演技 三次的视镜 每一次的视镜里 他对台词的拿捏 表情以及肢体动作等的运用 都让剧组人员感到惊讶与惊喜 柳俊烈凭借请回答1988 斩获百想最佳新人奖 后来又通过电影《王者》 实现二度风神 开始了自己的中五路之路 在偶像剧中不吃香 不过人家拥有一张 可塑性强的电影脸 而且也多次受到知名导演的邀请 在定演《The King》中 他与巨星赵颖城 和影帝郑宇胜打戏 也丝毫没有落入下风 凭借着男三号 黑社会混混摧斗日的戏份 成功的秒杀前辈 摘到了百想最佳新人奖 也是对出色影谈柳俊烈的肯定 在片中的柳俊烈 三十出头 却能驾驭住电影中 烈性的黑帮打手角色 这样的他 也才从事演戏不满四年 不得不说 在柳俊烈身上 确实存在演技天分 不然也不会频频受到 导演的赏识了 而且演什么像什么的柳俊烈 横跨各个领域 且皆演艺的不错 连前辈赵尹成都对他再三夸奖 认为此后辈可塑性很高 注意 这个角色虽然冷酷无情 但绝对不是面瘫 演技都从眼神里流露 沉默中有着神秘身份的金东铭 钱里面 由穷小子转变为富翁的小人物 柳俊烈的演技不浮夸 不张扬 低调却又强烈 从而生出了强大的存在感 他是中午路上 一颗闪染升起的星星 深度了解过柳俊烈之后 会发现 他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心疼的孩子 柳俊烈家的家境非常的惨 未成年的时候就背上了8亿的债务 很喜欢唱歌演戏 所以在学生时代的时候 就把自己的资料 全部都寄给了经纪公司 通过面试得到了机会 就在自己以为自己很幸运的时候 突然一个消息 让柳俊烈开始怀疑人生 15岁的孩子 能够有几十万就已经是很厉害了 但是柳俊烈却在15岁的时候 背上了8亿的债务 柳俊烈8亿的债务不是自己的 是自己父亲在自己未成年的时候 向贷款公司贷款的 当时的柳俊烈是毫不知情的 一开始的时候只是3亿 但是因为力滚力滚到了8亿 而柳俊烈的父亲却又没有能力偿还 所以贷款公司就找到了柳俊烈 让其替付还债 因为他是保证人 最后柳俊烈实在是没有办法 向法院申请了破产 法院在最后批准了柳俊烈的破产 并在对柳俊烈的财务状况 进行调查后 做出了柳俊烈偿还3000万韩元 免除剩余债务的仲裁 不要小看的这3000万 已经是柳俊烈所有的积蓄了 还是向经纪公司提前支付的 真的很心疼这位小哥哥 不过好在柳俊烈家的家境 没有让小哥哥的心灵扭曲 现在依旧是一个很阳光的孩子 虽然这8亿的债务 让柳俊烈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难 但是却让柳俊烈的内心更加的强大了 人在经历了挫折之后 一定会迎来自己事业的高峰期 我不能倒下 因为我身后空无一人 是未成名前的柳俊烈的真实写照 但好在他勤勉好学 循序渐进 不骄不躁 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成交 放弃了德善的正患 柳俊烈表示 真的很可惜 我自己是那种绝对不会 放弃我喜欢的人的类型 确实 戏外他把喜欢的人保护得很好 要不是颁奖礼尚习惯性的牵手 可能大家还看不出端倪 还有在采访现场 自如的嬉笑打闹 完全就是热恋中的小情侣 距离正患和德善 没能走到一起 令人倍感可惜 而具外 柳俊烈和李慧立 却在一起 一直直到现在 在2017年公开恋情之后 他们也从来没有曝光过 其他的绯闻 两人从不大张旗鼓的秀恩爱 反而悄咪咪的约会 散步齐行 交往的很甜蜜 不过因为恋爱期间太过低调 因此这几年来 还是频繁的 有他们俩分手的传闻 对此李慧立的回复 尽显高情商 他表示 自己和柳俊烈都很忙碌 但交往非常顺利 还说 河南有见面的次数 就和Ghost Day 其他成员见面的次数一样多 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里留言 直呼自己科的CP是真的 并隔空喊话 崔李慧立和柳俊烈结婚 希望他们能够终成眷属 当大家以为柳俊烈会大刀阔斧的 展开属于他的征法时 柳俊烈却意外地停下了脚步 放缓步子 接偏前手 反而利用空闲的时间 放空自己 要不是常常在NS上 看到有柳俊烈的更新 你还不知道 他近期有什么动态呢 看来柳俊烈是想当一名实力演员 而不是那种神奇明星 不会智库于一部作品中而停滞不前 而是选择长期的稳定发展 向他的前辈援兵学习 可以放缓脚步享受生活 直到遇到好的作品 才能出现在音频之上 这是对自己的负责 亦是对观众的负责 曾经因为长得不帅而饱受争议 可另一方面 他的传达又常常被大家承赞和学习 休闲风与运动风的结合 斯福陆克简单随意又不是帅气 独有自己的风格 况且还有一米八三的模特身高 自然穿什么都很出彩 拍摄时尚大片 他的呈现也很有表现力 有一头中长发 穿白衬衫 清冷文艺 一身黑西装加持 俐落又帅情 28岁出道 靠着稳扎稳打前行 他从默默无闻的新人 成为了中五路接班人 在柳俊烈身上 还有太多惊喜的未知面而等待发现 柳俊烈也是韩国少有的零差评艺人 你们喜欢这样的柳俊烈吗 喜欢这么一位 像狗话一样隐忍又细腻的大男孩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